我觉得中国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台办啊 就是中国各地都有对台办公事 这个我在中国当记者 跟各地台办都有各种各样的接触 采访过 纵观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啊 中国这个台办 它的这个负责的 这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早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或者更早期 中国各地都有负责台办的 他们是过什么 防碟 就是你们家里有人去台湾 就是跟着国民党去嘛 是不是间谍要盯好了 他们是防碟基本上是属于公安人员 治安人员 结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一下台办的就是说 就改变了嘛 就是招商引资 台商从过去防碟 然后大量增加人员编制 而且那个时候台商也有钱 也有技术嘛 到处去求人 那个时候对台湾是非常好的 对台商 所有全是这个笑脸相迎 你有什么关心你跟父母关心孩子一样 对不对 你有什么困难 他率先替你解决 给你做到很好环境 然后你赚钱 他也赚钱 他有政绩嘛 我想大部分台商都是那个时候进去的嘛 觉得中国是天堂嘛 天堂 对对 这是将过一段时间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我国际到胡锦涛后期的台办又改成了 叫什么 就是一个招商差不多了嘛 中国经济 北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经济就是资金是够了嘛 就没必要再来资金了嘛 所以说就变成统战了 统战了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嘛 其实台商 这是跟台商走的 跟台办走的近的 这些台商也有很多好处嘛 但是他们都是 但是政治上必须 某种意义出卖阳心嘛 这群人 然后现在 中国习近平又不买台湾了 台商也没钱啊 他们开始罚款 想尽办法欺负台商 可以说呢 而且让你政治上表态 对不对 反台独 促统 反毒 就变成这么一个 所以这几十年的 这个中国的台办的 在不停的变换 自己的功能角色 台商也随之起舞 也是在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 这么一个历史 廖先生确实是这样 你这个 因为这些变化 你决定把中国的厂关了 然后撤回来 但是我的理解 中国的投资进去了以后 资金要撤回来 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真的能撤得回来吗 小钱可以撤得回来 大钱确实撤不回来 以我后期的情况 我大概 基本上 应该对中国还是 应该这么说 就是撤不回来 是 一个人一年五万块美金的额度 这个额度你还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小钱撤得回来 大钱撤不回来 但是 但是 个人有个人的路 是啊 我有很多朋友 台湾朋友 在中国有户头 他的钱也是会不回来 不过他们好像是有 信用卡 或者怎么样 在台湾消费 但是这个量是有限 所以我说小钱可以 大钱出不来 大钱就是用地下银行 但地下银行有看不见的风险 有的时候 你的钱全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现在地下银行他们抓得很严 他也不太敢用 最近因为人民币贬值的关系 他们外汇控制 外汇管制非常严格 这个是这个情况 有一段时间 我听说有一种 过去有比特币 就是中国挖掘 拿钱买很多挖掘机 就是电脑当挖掘机 然后到中国的内陆的什么 河旁修一个发电站 然后去挖 挖出比特币以后 到日本去把它换线 因为比特币 那个一个email就传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我就记得 去日本旅游 去日本旅游 是带金条 带金条藏在身上以后 去日本旅游 当时日本有优惠 中国旅游的政策 他们到福岗很多地方 是检查的 你逛逛客 他们就把金条带在身上 然后下船以后 就卖给日本的黑道 然后日本整行有10%的消费税 所以说黑道买完以后 他去买别人的时候 他有10%的消费税可以收 所以说运费的话 是可以卡把掉的 所以说很多的 那个时候有一段是日本的 九州的黑道 特别有钱 因为中国的很多台商洗钱 洗出来 洗到日本去 前两年有看到一个新闻 中国有一个高官的太太 好像在车子里面 他有港澳通行证 就是两地牌照的这个车子 可以从东莞 广东开到香港 然后他开的车 结果被海关拦截下来 说车里面有十 这个多少 有上千个金条 后车座打开 全是金条 给抓到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